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而这个12条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中国将放宽海外华人专题申请中国绿卡的条件 而且还会放宽长期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对象范围 都与海外华人息息相关 被称为重大利好 中国公安部研究社副主任何文林 12条移民和出入境政策措施已经在上海 北京 福建 广东等16个省市的国家重点发展区域试点实施 并将从今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外国人管理寺司长陈斌 将集中鼓励支持便利外籍人才 外国优秀青年和外籍华人来华 在华创新创业 投资新业 学习工作12条政策进行复制推广 迄今为止 各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为外籍企业家 投资者 外籍技术管理人员等外国人签发 签证据留许可13 3万人次 据了解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对之前试点实施的移民与出入境政策措施 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和调研 这次推广实施的12条措施是其中适用效果最好 适用范围最广的 这些政策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将推动中国各地经济社会共同发展 本次的新政策主要覆盖四个方面 一 扩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对象范围 根据新政 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 外籍 华人 只要第一连续工作满四年 每年实际居住不少于六个月 第二 工资性年收入不低于上亿年度 所在地区城镇在港职工 平均工资的6倍 第三 每年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低于 工资性年收入标准的20% 就可以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申请在华语永久居留 以长沙为例 2018年掌沙城镇在港职工 平均工资为93 293元 那么也就是说 外籍工作者在成都的年收入要达到559 758元 且连续工作满四年 合罚纳税 就可以直接申请中国绿卡 而且其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随同申请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外籍华人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或在国家重点发展区域连续工作满四年 每年实际居住不少于六个月的 也可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在华语永久居留 二 放宽签发长期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对象范围为了优化营商环境 移民局将为外国人签发长期有效的签证和居留许可 不过 这些对象有特殊要求 主要是针对一些国内重点高等医院校 科研院所知名企业邀请来华从事技术合作 经贸活动以及在华工作的外籍人才 对外籍高层次人才工作团队及辅助人员等 签证和居留许可一般可长达二至五年 三 拓宽外国人才引进对象范围为外国优秀青年在华创业创新提供服务 对在国内重点高等医院校国际知名高校毕业的外国优秀学生在华创新创业 国内知名企事业单位邀请来华实习的外国学生 提供办理签证和居留许可政策支持和便利服务 四 提高外国人服务管理水平探索 在外国人教集中地区建立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站点 为厂驻外国人提供政策咨询 居留旅行 法律援助 语言文化等工作学习生活便利服务 十二条移民与入境便利政策 具体如下图片来源 国家移民管理局 二条移民事务匡 waar 语言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